西贡发生致命的交通意外 一辆消防升降台车 昨天驶京西贡公路时 怀疑失控向左铲上行人路 一名踩单车男子被卷入车底 送院抢救后重伤不治 消防车司机 宣称因为阳光刺眼引致车祸 被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作出拘捕 事发在西贡公路 近白沙湾往九龙方向上车 这里路面较窄 单车手即使靠左行驶 车辆也要越线才可以爬头 现场交通繁忙, 经常失车 入夜后虽然车会少了 但车速较快, 其实很容易出意外 据指, 死者Benjamin 是一名六十岁哥伦比亚单车汉 经常周游列过 本来在内地教英文 年初来说因为疫情被逼滞留 其间居无定所 曾经在西贡社区中心留宿 找不到工作 还要在网上转买单车零件赚铝费 他的单车亦是一间接制他的面包店寄卖 他计划下个月来说 可惜等不了 今天我们来到面包店 都见到有人献花悼念 去我厕所很多次 每天见到都可以 说 hello 不开心 好惨 昨天是假期 路又多车 有时人银车又快点 都很可惜 香港的道路来说 他的设计没有那么多单车径 但仍然有人 特别西贡区 比较多外籍人士 他们可能会踩单车 相熟的面包店职员 想起Benjamin也难免悲伤 那一早早10点打后 他坐在你后方的位置 然后他都很开心地跟人聊天 说他可能下个月就要去夏娃伊的话题 我们不认识他家人 然后他有个朋友 但不是本地人 他还在香港 他应该会帮他处理身后事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他违流下来的单车 这辆单车 我们应该打算交由给他朋友 去做选择 他虽然比较大年纪 当然性格比较有直一点 又火爆一点 但是他其实整体 都是对人好的人 如果可以等到下个月就会了 我根本不希望他有没有做坏事 我完全不希望他这个人生 是以车祸来结束 我会认为他有个人生 他们有个人生 最后人生的好处 他会有什么好处 他会有什么好处 这次是最后人生